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早上10点钟左右是一度倒升 最多上25点 见到23,157点的全日高位 之后在A股的拖累之下 港股又掉头向下 上午最多跌124点 中午跌98点 港股午后市跌穿了23,000的水平 之后跌势更急 最多跌284点 见到22,847点 刷新近两个月的低位 尾市跌幅收窄 横指收报在22,954点 跌177点或0.77% 大市的全日成交为683.42亿元 接下来来看一下截止到收盘为止 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3毛5 中国移动跌9毛 建设银行跌7分 工商银行跌6分 中国银行跌4分 港交所跌1块6 中国人寿跌5毛2 油邦保险平收 腾讯控股跌2块6 金沙中国跌4毛5 长河跌1块1毛5 新宏基地产跌9毛 九龙舱跌2毛 中国海外涨1毛 华润质地跌2毛6 中海油跌1毛6 中石油跌3分 中石化跌2分 库乐能源跌2分 中国神华涨1毛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内地的股市走势 今日两市早盘是冲高回落 资金的恐高情绪是被激发 午后股指依然是呈现了低位震荡的态势 除了恒大概念煤炭之外 盘面是缺少龙头的指引 资金炒作方面更加迷失 场内赚钱效应也是大幅削弱 临近尾盘 市场恐慌情绪是累积至了终极爆发 两市明显放量跳水 互值考验3100点 创业板是一度跌近1% 来看截止到收盘为止A股的具体表现 上征宗指收报在3104点跌8点 跌幅为0.26% 深圳城指收报在10711点 跌77点 跌幅为0.72% 库深300指收报在3340点 跌5点 跌幅为0.17% 创业板指收报在2165点 跌17点 跌幅为0.78% 接下来来看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状况 洛阳玻璃折让80% 浙江市保值让79% 新华文宣值让75% 山东莫隆值让73% 昆明机场值让71% 再来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状况 福耀玻璃溢价11% 安徽海洛水泥溢价11% 怀柴洞力溢8% 中国平安溢价2% 江苏拧护高速溢价1% 接下来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人民币开市中间价是在跌至了6年的低位 人民币开市中间价是报在6.7858 较昨日是贬值122个点子 是2010年9月以来首度的跌至了6.78水平 开始之后 在岸人民币走势反复 而里安人民币在开市前是一度见到6.7987的记录低位 其后是掉头回升 瑞西因应美元的预测预期在岸人民币未来三个月将会跌至6.89对亿美元 未来的12个月进一步的跌至7.15水平 估计官方会继续容许人民币贬值 但会控制贬值速度 该行就认为人民币今次轮番贬值是源于实质利率过低 导致资金持续流走 但瑞西因就指出 不担心外汇储备不足以应付人民币贬值 并且就认为外界对人民币贬值的忧虑将会于明年是进一步的降温 启德发展区的住宅地平于中午是进行截标 接获了14份的标书 华贸集团 万科置业 常识地产 恒基地产 惠德峰 新宏基地产 以及英皇国际等等 地皮位于启德第一K区3号 市区内于两年以来再度有新地皮进行供应 地盘的面积是12万平方尺 最高可见楼面面积约为65万平方尺 住宅部分限制最多占63万平方尺 其他楼面需要做商业发展 市场就预期成交价介乎在41.2亿至47.1亿元 每平方尺楼面地价最高可以达到7200元 挑战区内的地价新高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